大家好,我是女妈 这是一款双色蝴蝶花 一子花它是8针 圈枝起8的倍数 片枝8的倍数加5针 下面我具体演示一下 我们首先用灰色的线 枝四行下针 就是从正面看它是四行下针 也就是从正面枝一行下针 反面枝一行上针 这样枝出来呢 从正面看它就是四行下针 接下来我们枝三个下针 边针 换成粉色的线 把粉色的线呢 绕在这个前面 然后我们织五个下针 边织边压这个粉色的线 五个下针织好了以后 再把这个粉色的线呢 拉到后方去 再织三个下针 再把粉色的线拉到前方来 五个下针 再把粉色的线放到后边去 最后它是三个下针 一边针 到了反面 我们织三个上针 再把这个粉色的线呢 拉到后边去 就是拉到正面去了 织五个上针 再把粉色的线 再把粉色的线拉回来 三个上针 又把粉色的线拉过去 刚才织了几个上针 三个就是三个 拿过去 拿过去以后 我们织五个上针 再把它拿回来 再织三个上针 一个边针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上面的方法 再织四行 加上这两行 它就是六行 六行织好了以后 我再回来 现在粉色的已经织了六行了 我们用灰色的线来织 织五个下针 接下来把针从下方 就是从粉色线的下方穿过去 把这一针织一个下针 从这个粉色线的下方拉过来 拉过来以后 我们用粉色的线织一下 就是把刚拉过来的这一针织一下 接下来我们又换成灰色的线来织 这次我们织七针 再从粉色线的下方穿过去织一下 拉过来 拉过来以后 我们用粉色的线织一下 把这个灰色的线拉紧 后面我们就重复七个灰色的线 然后从粉色线的下方织一针 再用粉色的线再织一下 到了最后呢 它是五个下针 就是灰色的线织五个下针 反面用灰色的线织一行上针 后面我们就重复上面的织法 这个视频我就分享完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想看更多的事情 请点击我的头像 谢谢你们关注 我们下期见